我们人生在世 就是带着过去生 多生累劫的因因果果来投胎 从娘胎呱呱落地以后 会算命的人 他就算得了我们的命 为什么呢 我们先天气一断 任督二脉断掉了 就是受凡间的五行阴阳气数 所操控影响 所以会这种推算 命理的人 或得到真传的人 他就算得出来你的吉凶祸福 你一生有多少的实录 学历多高 或者就职位有多高 婚姻状况如何 子嗣如何 算得的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为什么呢 这其实也不玄 你如果精通武术的人 都可以掌握很大的部分呢 你看我们在明朝 原了凡先生 了凡四讯 也有读过 他遇到这个少康节 黄极之数的真传人 给他算得一点不差 是不是 我们带着往昔多生累劫的 因因果果来投胎 算命 他可以算到人的表层 境界高一点算到深层 但是他只能推算出 基凶祸福 你有很多潜在的业力因果的问题 他是因为因缘成熟 过去跟我们有仇怨的人 如果活着的 过去有仇怨这个前因 现在又有缘聚在一起了 前因跟现在这个缘碰在一起 原家聚首 这叫起线性 通常怎么样 生起很大烦恼 因为只要是原家聚首 他会给你施很多的逆缘 带给你很多痛苦 那如果是没有身体的呢 就是说他没有投胎当人 那一般就是鬼神 或者是龙主 通常啊 你要天神 或者龙主要找我们麻烦 那还得特殊的因缘 大部分鬼找我们麻烦比较多 ever護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